鮑魚乾杯果精種 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鮑魚乾杯果精種 我們用的材料 糯米和綠豆需要浸水 大概要浸6小時以上 將它瓊乾水備用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些蓮葉和粥葉 我們會先把蓮葉鋪在桌面 然後放一些粥葉 然後再把糯米放在最底下 然後放綠豆 然後放我們準備之前的材料 然後面頭再放一些綠豆 最後就把糯米蓋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開始包 我們用這個鹹水草砸好之後 我們需要煮一煮滾水 然後放下去 將它大火煮起 然後再關小火 大概煮三至四小時 然後將它關火焗多三小時 然後把它拿起水面 釣乾它 大概一小時左右 就完成了 大家要注意 果精種已經有適當調味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不需要再加任何醬汁 醬汁、醬汁 醬汁已經很夠味 就算了